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跌了138點 那你要去注意什麼 注意利市上漲或抗跌的 因為今天有百幾點 那利市往上走的股票 它一定有原因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談 那我記得昨天 我怎麼跟大家談的 昨天大漲 甚至創新高對不對 但是我昨天講什麼 我說它是量縮的 所以它還是會來回的震盪 因為這個是小地方 那你如果沒有注意小地方 個股去追 或者台子往上又做多的話 你又受傷了對不對 很多事情量價它會說話 你要注意細節 所以今天拉回很正常 來回撐盪 就138點 那這一個禮拜 總共怎麼樣 小漲 200多點 大盤在今天來講 這個禮拜是小漲 那這個月也是小漲 7月份1百40點嘛 所以基本上電子股 大盤在7月份 它是橫盤的嘛 它是橫盤的 那我昨天跟大家談什麼 我說大盤在這裡橫盤 對不對 你要把趨勢抓穩呢 選對主流 掌握輪展嘛 紅低買 你就能賺錢嘛 我說今年拉 我操作股票都很順利 會員都很清楚啊 幾乎全部賺錢 但是很多投資人在這個地方呢 賺不到錢的原因 我昨天花很多時間跟大家談 大家可以去看重播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你沒有抓到主流嘛 那第一個呢 你不要忽多忽空 第二個抓到主流 每一個階段主流不一樣嘛 4月份主流是什麼 鋼鐵股嘛 5月份航運股嘛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大盤嘛 這是鋼鐵股嘛 4月份是不是大漲 那5月呢 航運股嘛 那為什麼在7月份 我說電子7月天 再看一遍 這是航運股 鋼鐵股4月是不是大漲 那電子股呢 4月5月6月沒有漲嘛 反而形成一個底部區對不對 對不對 3個月沒有漲代表什麼 代表季線就在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均線揪麻花 然後呢 7月天往上走是帶量嘛 所以我們在6月底 7月初布局的電子股 是往上走 而且量價是同時向上的嘛 這個就是什麼 標準的多頭排列嘛 一檔一檔賺啊 那你看量價關係呢 就沒有什麼好爭論了嘛 那運輸類股呢 第一個它連續大漲了嘛 那高檔區連續出現大量嘛 鋼鐵類股也是一樣啊 這個地方碰到前一波的壓力出現大量嘛 那我昨天跟大家怎麼談 我說這個叫跌升緩彈 不要亂搶對不對 不要亂搶 因為這個地方 套牢壓力就在了嘛 你不要這裡套牢 這裡又套牢 那事實上呢 在今天來講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航運股的話呢 它是往下跌的喔 如果你一直追價的話 它是往下掉對不對 像台華 董事長是不是一張都不賣嗎 但今天來講呢 我覺得尾盤這裡往下 有一些是當衝的 那大股東呢 我是蠻懷疑的啦 跌這麼深 陽明也是一樣啊 旺海也是一樣對不對 那這些跌升緩彈的 你如果衝動去追價 那是短線又卡到了 是又卡到了 那你一天到晚再套牢 我說採取我的操作模式 選隊主劉宏第一買 7月天對不對 7月 自研往上就漲5成嘛 整理末端啊 75、85、95、185 這樣是5成 那最近一次買的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有4成嘛 7月往上走對不對 7月才漲多少 大盤才漲140點啊 那140點是什麼概念 140點是0.8% 連1%都不到啊 連1%都不到 自研可以漲多少 50% 50% 所以你要有你的策略 法人在想什麼 我7月就跟大家談 法人在做怎麼樣 做換股 航運股不要追 電子7月天 昨天沒聽的 今天又追了 又套牢對不對 是不是又套牢 然後 你如果追在這裡 又卡住了嘛 是不是掉下來 那這裡本來就是壓力區啊 那今天你要注意喔 今天又出現這麼大的量 他未必會中錯 他未必會中錯 但是在這個地方至少 他一定要怎麼樣 只欺負一杯多嘛 他一定要整理嘛 你下面要買 去喝到桌球 那你底下這裡沒有買 你上去你就追什麼 只有套牢 陽明也一樣嘛 旺海也一樣啊 那鋼鐵股我們就不講 那大概是這個意思 就是不要追 那現在電子股呢 今天台積電 掉下來啦 那電子股指數也掉下來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談一談 點足夠嘛 他今天拉回啊 但是我說呢 他整理多少 三個多位嘛 所以這裡呢 季線、夜線都在這裡嘛 軍線揪麻花對不對 那至少怎麼樣 這裡是支撐 至少你不是追架嘛 我說航運剛才的長一大段了 不能追 那至少他是整理過的嘛 那你如果選對主流 我說買小不買大對不對 你又選對了 這裡大盤 長一person 他是長五成啦 五十杯嘛 另外是股票嘛 那昨天跟大家談的 標題寫什麼 我說你要去注意 今天逆勢往上走 或者逆勢抗跌的股票 昨天跟大家談 碩核 零二紅今天又漲了嘛 今天就百多點有什麼關係 電動車電池材料啊 紅海結盟壽和嘛 紅海現在變成壽和的大股東喔 持股一成的大股東 那他們要做什麼 發展電動車電池嘛 那結果呢 說我今天連山紅啊 整理的時候呢 都不買 那你怎麼賺錢 那你怎麼賺錢 我說機會一直都在嘛 那他往上漲 帶量啊 所以是怎麼樣 標準的兜頭架構嘛 那你說下禮拜 他會不會整理 或許會或許不會 但是破底機會呢 幾乎等於零嘛 因為他整理完畢往上走的嘛 那你如果在這個地方買 你是很篤定 幾乎百分之九十九賺錢了嘛 機會都在啊 那金星科連續兩次漲停以後 今天呢 今天大拔落百多點 抗跌嘛 那智元漲了五成今天呢 也沒有跌啊 今天一百三八點嘛 中美金還往上走 所以我要跟大家談什麼 重點是怎麼選股嘛 那你要去注意喔 主油在哪裡 那還有呢 低檔買不追價嘛 那機會都在啊 包括塑河 包括智元都一樣嘛 那你如果在七月初 你去買航運股 你買長榮 買陽明買望海 這一跌大概跌三成啊 那你買這個是賺五成 跌三成 一來一回差多少 差八成嘛 今天是周末喔 如果你手中持股 你要去好好想一想 你要不要換一些主流股 或者你是空手的 要不要找類似這樣的股票 低檔去買 機會一直都在 包括塑河 我們休息一下 法人顧問吳老師 專攻法人超盤習性 擁有三十年股市 實戰經驗 兼具短線與頗短操作 所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古海 讓專業誠信的法人顧問 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支付專線 02-2752-5868-2752-5868 成東東部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進一定貸出 成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成偷投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2752-5868 歡迎回到現場 台積電 今天一定很多人在討論 我就不討論了 台積電的獲率還是成長的 那為什麼 因為它從9月份開始 它的股息增加了 那很簡單 獲率沒有增加 股息怎麼增加 這很簡單的道理 那它為什麼會跌 毛利率稍微往下跌 那為什麼往下跌 因為它把很多廠的資源 都放在哪裡 幫全世界解圍 都去做車用IC晶片 毛利率比較低 那把整體毛利率稍微拉下來 它獲利是成長的 配息增加了 但我們重點不在台積電 它的周遭有哪一些是成長的 這個才是重點吧 譬如說我們講到碩盒 電動車電池 紅海呢 鹿股碩盒 價錢多少 大概124塊左右 鹿股多少 10% 那它為什麼要入股碩盒 兩個為什麼要結盟 蘋果電動車 10.54% 紅海對不對 看重的是什麼 是碩盒在電池方面 原來的功力嘛 那兩個一結合 搶工電池嘛 那不只Apple Car 還有什麼 MIH電動車聯盟 都一樣嘛 所以你要去想 台積電衍生出來的 有哪一些股票 它是成長的 它還在低檔 法人剛在佈局的 然後你就可以做教嘛 像資源像碩盒都一樣啊 大跌的時候能夠往上走 這不是普通人買的嘛 7月份能夠逆市漲5成 這些都是什麼 我一直跟大家談內資 內資 它有它的操作模式 你像今年 像航運股像長榮 或者像ICC威風 這種股票 什麼模式 一路漲至少會漲5成漲一倍啊 一次去一倍去五成 所丹嘛 那你怎麼樣去尋找這一類的股票 在下面買嘛 不是去五成 去一倍去六 你怎麼賺錢 那電子股這個地方呢 7月還是不是主流 我用極檔股票給大家看 台達電視往上走 量增加對不對 它做什麼 很多啦 裡面也有包括什麼 包括電池嘛 紅海 7月天往上長紅整理又往上走 他今天也是逆市長啊 量有沒有出來量出來呢 多頭嘛 蓮花科 它除息我們要還原 是往上走 那我說什麼樣 買小不買大嘛 意思是什麼 你不需要買蓮花科 你要買金星科嘛 那金星科7月我們在佈局 7月是連續兩次漲停 那你再看台積電 一個底部嘛 今天是拉回啊 但是這個頭肩底架構沒有改變嘛 這裡270 這裡278嘛 那除非你看到它跌破278 幾乎不大啦 它9月份除息又增加了啊 獲利增加嘛 再看一遍 更好 這蓮花科 都往上走喔 你要買金星科不是買蓮花科 但是你要看一個方向 紅海市往上走 那電動車呢 碩河嘛 量也上來了啊 不管你從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都一樣 台達電 台達電從1月到6月 一路整理半年 這裡突破嘛 突破是量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今天整理整理量說啦 這標準的什麼 多頭架構嘛 這法人買的啦 特資人買的啦 這裡往下拉回量出來了嘛 那你要買小波買大嘛 這個聯電轉投資的資源嘛 7月往上這樣5成啊 好那你就這個地方沒有 這個地方我們最近在這個地方加碼的 上去也4成啊 那資源今天有沒有跌 今天也沒有跌啊 那大盤在7月份漲多少 漲100多點 漲多少 漲不到1%嘛 那你買對股票呢 漲5成啦 50%對不對 50倍嘛 所以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股票嘛 主流在電子嘛 那運輸類股漲這麼多了 不要去追 一直提醒你它是掉下來 不要搶反彈 那今天台華是不是又卡住了 又殺尾盤 那鋼鐵股也是一樣嘛 它這裡需要整理 那7月份呢 專心的 專心的在操作電子股 這樣你才有機會 賺到大波段利潤嘛 那我們尋求什麼 尋求法人 內資手單 航運股的模式 五成一倍 有沒有類似這種股票 低檔去卡位 把之前賠錢的 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我們休息一下 法人顧問 法人顧問吳老師 專攻法人超盤習性 擁有三十年股市實戰經驗 兼具短線與頗短操作 所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谷海 讓專業誠信的法人顧問 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知識專線 02-2752-5868-2752-5868 成東斗鋪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東斗鋪 擁有股票、期貨、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型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成東斗鋪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歡迎回頭現場 很快一個禮拜又過去了 每個禮拜 我希望你操作都要去思考 下禮拜要怎麼走 怎麼操作才會賺錢 我們昨天怎麼跟大家談 這七月十五 昨天壽和起漲 紅海入股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又漲了 今天大盤跌100多點 昨天談到金采 談到金星科 兩支漲停 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壽和連山紅對不對 做教 這一個禮拜 大盤小漲 那這個月大盤也是小漲 那你看一看電子股 整理三四個月嘛 所以這個地方均線揪麻花 至少在這個地方 你買電子股是安全的嘛 你要先求安全 再求波段嘛 那同樣電子股在這個地方 你選對股票 就上去了嘛 七月天 你跟著我做五成嘛 接下來呢 塑和也上去了嘛 連山紅啊 那不管高價或低價 操作道理都一樣嘛 我說大戶中石戶賞戶 操作人越來越多 大戶一定賺錢嗎 未必啊 你去去航運股 是不是到牢 你要去想辦法去想 你怎麼樣讓你的財富 從賞戶升級到中石戶 中石戶升級到大戶 在這一年 在這一年當中 有很多股票 都是循著航運股的模式 一漲就是一倍 一漲就是五成 你要去把握這種機會嘛 說昨天林二宏啊 今天是不是繼續漲 金星科 昨天漲停了 今天是不是抗跌 那志遠漲的五成 今天有沒有跌 整理嘛 中北京也往上走嘛 另外你要注意喔 艾西設計股一檔一檔往上走囉 這也是抗跌 對不對 我們很少談到 鹽物料股像銅涅 華心這個也是抗跌 足底慢慢墊高 那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 那不管是高價股 低價股 都一樣 把握一個原則 公低買 你才容易賺到錢 讓法人來抬轎 讓法人來抬轎 你坐轎 電子七月天 總是希望呢 每一個投資人 都能賺大錢 把握這個機會 一檔一檔去操作 那大凡在這個地方 七月一樣是整理盤 機會一直都在 你要買對股票 選對老師 你至少你要抓一條 讓你的財富增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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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家庭看護空 受疫情影響 無法來抬